围在医院门口交换红包 中间的王小姐是一名看护 为了照顾病人 今年回不了家团圆 孩子特地来一趟 离不开岗位 没人轮班 因为陪病者只能一个人 一定要有这一张才可以进来 对 而且不用拿健保卡去给他刷 一个病人 一个看护 家属都不行 如果家属要来看病人 我必须下来把这个交给他 我在这里他上去 陪探病的七次 不过随着疫情趋缓 中央宣布北北桃 时候放宽探病限制 但桃源不敢大意 医院门口上的跑码 仍然写着禁止探病 由于不桃在春节期间 仍然无法收治病人 所以在2月8号联防会议的时候 11家急救责任医院均表示 希望在春节期间维持禁止探病 11间责任医院包含医学中心 林口长根 还有闽胜综合医院 北荣桃源分院等等 都在名单之内 目前这项限制何时能解禁 春节过后才会决定 但如有紧急